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欢迎您准时收看农广天地 我是曾璐 玻璃吹制是一项古老的玻璃成型技术 早在公元前一千年 古埃及人就掌握了玻璃吹制的工艺 能够吹制出多种形状的玻璃产品 如今 这种弥漫着历史沉烟的吹制技术早已广为人知 今天 我们就来说说这吹的工艺 玻璃 一种非金属材料 它起源于古代 发展于现代 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中 从稀有物品发展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常用物品 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在现代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玻璃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从原材料到加工成型为实用品 历经几千年的发展 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玻璃加工工艺手段 从窑柱 热弯 到热绒 吹制 再到砂柱 冷加工等等 玻璃的加工工艺可谓层出不穷 这其中 在两千年前由叙利亚工匠发明的吹制技术 因为大大拓宽了玻璃制品的形式范围 使玻璃产品的制造不仅变得更方便 迅速 而且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 从而完全改变了玻璃工艺的面貌 玻璃吹制技术又分为 母吹法和空吹法两种 母吹法就是将玻璃料泡放在特定的模具里 进行仗吹 定型的方法 母吹法依靠固定的模具 使玻璃吹制方便快速 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 空吹法就是在玻璃吹制过程中不使用模具 依靠自然重力拉引来完成产品塑形的方法 也叫做空吹成型法 空吹法则可以让工艺大师们 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才华 吹制出千姿百态的艺术品 今天我们就带您到河北省河间市的玻璃制品企业 去探寻一下玻璃吹制工艺的魅力 看一看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玻璃器具 工艺装饰品到底是如何吹制出来的 现代社会的工业化生产 为了提升生产效率 在生产环节进行了不同的分工 玻璃吹制行业也是如此 玻璃吹制行业在原材料的使用上 摒弃了从矿物提取到野链成玻璃的前端环节 大多数采用的是玻璃成品 然后进行吹制成型的再加工 就像我们要介绍的吹制玻璃茶壶 采用的材料就是你看到的这些不同规格型号的玻璃管 大家看到的这些玻璃管呢 是我们生产玻璃茶壶所用的原材料 它采用的是呢 高棚过于耐热玻璃 我们生产茶壶呢 根据这个茶壶的直径和它的重量 所采用的玻璃管 它的型号也是不同的 例如呢 我们生产一个直径为120毫米的玻璃茶壶 它所使用的玻璃管是这种 它的直径为65毫米 它的厚度为3.2毫米的玻璃管 例如呢 我们再生产一款直径为80毫米 高度为120毫米的普通的玻璃杯 它使用的玻璃管 是这个样子 是这样直径为60毫米的厚度 为2毫米的玻璃管制成的 在这里 我们要跟大家说说这个高棚硅耐热玻璃 它是一种低膨胀率 耐高温 高强度 高硬度 高透光率和高化学稳定性的特殊玻璃材料 它可以承受瞬间120摄氏度的高温 因其优异的性能 应用比较广泛 那么它和普通玻璃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耐热的对比试验 您就明白了 这是一只普通的玻璃杯子 这是一只高棚硅玻璃杯子 经过在冰箱里冷冻之后 我们同时在两个杯子里 迅速倒入100摄氏度的开水 大家可以看到 普通的玻璃杯瞬间炸裂 而高棚硅玻璃杯却安然无恙 这足以说明高棚硅耐热玻璃耐热优势的所在 正是高棚硅耐热玻璃的这一优异性能 使得它在玻璃吹制行业中比普通玻璃更受宠爱 另外玻璃吹制就是一个将玻璃加热变软之后 再重新造型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只有把玻璃加热到溶点才能使它软化变形 我们介绍的这种高棚硅耐热玻璃的溶点是1800摄氏度 所以在吹制过程中 根据需要要把它加热到1800摄氏度左右 了解了所选用的材料 下面我们就到生产车间去看一看 工艺师傅们如何化腐朽为神奇 将这一根根高棚硅玻璃空管变换成精美绝伦的茶壶 进入车间 工艺师傅告诉我们 这吹制茶壶的第一道工序是拉丝 拉丝就是把玻璃管加热 使其变软 然后拉制成纤维丝状 进行截断的工艺过程 在车间里我们看到 工艺师傅在操作台上 把长玻璃管在火焰喷头上 一边加热 一边旋转 同时还向两侧不断的拉伸 不一会儿就把一根根长玻璃管 截成了小段 拉丝完成之后的工序是吹胎 吹胎也叫成型工艺 插壶胎体的雏形将在这道工序之后呈现出来 这也就是采用的我们前面为您介绍的玻璃吹制工艺里的 母吹法 吹胎时将拉丝后的玻璃短管的一端插在中空吹管的一端 将另一端加热用拉丝的方法截断 然后通过中空吹管缓慢均匀的向玻璃短管内吹气 使玻璃短管逐渐蓬大形成料炮 之后把料炮放入固定在操作台上的特定型号 茶壶胎体的模具中 边吹气边迅速旋转吹管 直到料炮撑满整个模具 您看 吹出来的茶壶胎体是不是很像个葫芦呢 茶壶胎体经过检查 符合规格要求 就可以进入下一道引嘴工序了 引嘴工序采用的是引接工艺 引接工艺就是利用玻璃棒或玻璃管加以辅助 通过吹制引流出需要的结构造型 引嘴时 先将茶壶胎体玻璃管的一端插在中空吹管上 之后对茶壶胎体上相应的引嘴部位 以及辅助引接的玻璃棒的一端进行加热 等玻璃加热变软后 将玻璃棒粘接到茶壶胎体上引嘴的相应部位 这样胎体的外壁就与玻璃棒粘接在了一起 然后一边拉引一边通过吹管吹气 胎体与玻璃棒的粘接处就会顺着拉引的方向 形成一个空管形 虎嘴就被拉引出来了 拉引的运动轨迹为 先垂直茶壶胎体中轴线朝外拉引 之后平行于中轴线向上拉引 最后再垂直于中轴线朝向胎体外侧拉引 拉出一个类似的Z字形 茶壶的银嘴就垂直出来了 胡嘴银好之后将玻璃棒截断 就应该爆口了 一般吹制的玻璃器皿制品都必须截掉上部与吹管相连接的帽盖部分 在玻璃吹制行业把这一工艺称为爆口 通俗的讲也就是截掉胎体密闭多余的部分 得到想要的造型部分 也就是在火焰喷头上的一种切割方法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我们从镜头中可以看到 用于爆口的加热火焰喷头 喷头形状为刀口的一字形 且火焰均匀而强烈 爆口时 先将茶壶胎体固定在一根带有抓手的铁管上 然后架在操作台上 用火焰喷头加热 在加热的同时 要不断转动铁管 当加热到胎体切割处变软时 逐渐将胎体冒盖的一端沿着胎体的中轴线 朝向外侧拉引 直至脱离 之后继续加热胎体切口处 并不断转动 使切口处变得平滑一致 这样爆口就完成了 接下来就该给胎体粘接糊瓣了 粘接糊瓣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糊瓣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相对来说 糊瓣的制作比较简单 制作糊瓣的材料 是横切面为椭圆形的玻璃棒 然后开始加热玻璃棒 到1200摄氏度左右变软 等玻璃棒变软之后 放到特制的模具台上 沿着模具的外延 用镊子将玻璃棒折弯 并使折弯的玻璃棒 紧贴到模具的外延上 这样糊瓣塑形就完成了 制作好糊瓣以后 就可以把它粘接到茶壶胎体上了 粘接糊瓣时 要先将弯折好的糊瓣两端 和茶壶胎体相应粘接部位 进行加热 加热变软后 将糊瓣轻轻地按接在胎体上 在粘接时 一要注意胎体粘接部位的选择 要与糊嘴对称 并且上下的高度合适 保证粘接后糊体的整体 对称美观 二要注意 粘接时按压的力度要适中 不能使糊瓣的粘接处 凹进茶壶胎体的内壁 影响胎体的美观 由于成型的糊体上面有糊瓣 糊嘴等部件 在垂直操作台上不容易固定 所以切糊嘴的工序就在切割机上进行了 切割之后 糊嘴上就有了出水口了 在切割机上切开糊嘴后 还要在垂直操作台上 对糊嘴开口部分进行加热 等糊嘴开口处变软之后 再用铁丝压一个豁口 在倒水时起到一个引流的作用 经过以上几道工序的制作 茶壶的糊体部分终于完成了 但是现在还不能包装上市 还有一道相当重要的工序 退火没有进行 那么为什么要退火呢 退火主要是指将材料 在高温环境中放置一段时间后 然后再慢慢放置冷却的热处理过程 它的主要作用是 减小或是消除材料的热硬力 从而提高玻璃茶壶的机械强度和热稳定性 防止茶壶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炸裂的现象 在现代化的规模生产中 退火工序采用了专业的退火炉 退火炉的炉内温度可以达到800摄氏度 茶壶匀速通过退火炉 整个糊体均匀受热达到退火的效果 随着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糊体的雏形逐步展现在我们面前 作为一个茶壶来说 糊体有了还要配上一个糊盖才算完整 那糊盖怎么制作呢 师傅说了 糊盖的吹制同样也要用到母吹法 先将拉丝好的下料一端插入空心吹管中 然后加热 将下料的另一端截断 吹出玻璃料泡 然后放到特定的模具中进行吹制 吹制的方法和茶壶胎体是一样的 这样一个类似长颈漏斗形的糊盖雏形就形成了 之后还要用爆口的方法 将糊盖雏形细玻璃管端截断 方法同胎体爆口一样 爆口完成以后 还要给糊盖粘接上一个抓手 玻璃球 粘接抓手时 糊盖的胎体重新固定在操作台上 对突面中心部位加热 同时用镊子加入玻璃球加热 都变软厚 将玻璃球粘接在 糊盖胎体突面中心部位 粘的时候要注意 不能用力过大 防止玻璃球凹进糊盖的胎体内部 影响了糊盖的整体美观 这样糊盖就制作出来了 当然也同样要经过退火 到这里我们的茶壶就算 全部制作完成了 当然 玻璃垂直行业并没有就此止步 充满智慧的艺人不断的探索 将艺术性融入 吹制工艺 幻化出精美绝伦的工艺品 随着这个市场的需求啊 我们是慢慢的提升了产品的这种结构 最早这个行业只服务于这种工艺 就是实验室一气这一块 但是随着人们这个物质文化水平的这种提高啊 慢慢的就是走向了民用 就是慢慢的我们从设计产品的初期 就开始赋予了他这种灵魂 赋予了他这种文化 就是把不是一个冰冰冷冷的简单的玻璃制品 而是它是一个艺术品 大多数的玻璃艺术品采用的是没有模具的空吹法 艺术品独具艺格的造型 微妙微笑的形态等等 都完全依赖吹制艺人的艺术审美情趣 对作品含义的理解 以及精湛熟练的吹制操作记忆 失之马年 工艺师傅就为我们吹制一匹骏马 所使用的材料为拉丝厚的玻璃管下料 以及不同规格型号的玻璃棒 工艺师傅在吹制骏马时 首先吹制的是马尾 马尾采用的是比较细的玻璃棒 吹制时先将玻璃棒的一端加热 利用拉丝的方法拉出一个Z字形 之后在Z字形上用玻璃棒 引接两缕绒毛 体现出马尾的飘逸 马身子的吹制 首先把整个玻璃管在火焰喷头上 均匀加热 然后加热玻璃管的一端 再加热的同时 还要再加热的一端吹气 然后将加热的一端 利用拉丝的方法进行结断 并用镊子将拉出的细丝 结断干净 形成玻璃料泡 接着继续加热 并在加热的过程中 不断转动玻璃管 当玻璃管加热到一定程度时 停止转动 玻璃管加热端变软 因为重力的作用自然向下弯曲 再加热 玻璃管的弯度逐渐加大 这时用镊子夹住弯曲部分的顶端 向下拉 拉到一定的长度 再向外拉 拉成这样一个Z字形 再根据造型的需要 进行适当的调整 这样马脖子就吹制出来了 马身子的雏形也就完成了 还别说 公益师傅吹的功夫还真是了得 没一会儿 一匹骏马的形态就有了 师傅告诉我们 这马身是塑造马的形 而马的神 则需要靠马头来凸显了 那么 怎样把马头吹出神来 让骏马行神兼备呢 来看看师傅是怎么做到的 马头的吹制 需要用到茶壶制作过程中 引嘴时的引接工益 先在马脖子上端部位烧出一个小孔 用镊子将顶端部位拉丝 烧的过程中进行吹气 直至爆口 并用镊子扩圆 然后将马身子放在带热炉上 用马身子拉丝下来的小料 吹至引接的马头部分 把小料加热 在加热过程中不断旋转 并用镊子辅助拉伸 直至把小料拉制成一个近似规则的小玻璃管 然后 用镊子将拉丝后残留的部分加断 进行吹气 使小玻璃管开口 并用石墨三角开口铲子 将开口处称圆 接着 开始引接 将小料玻璃管对准马脖子抱口的部位粘接上 然后吹气 粘时一定要对准 使结合处粘接牢固 之后 加热小料玻璃管一端 用拉丝的方法截断小料 这样 马头部位的雏形就出来了 马头雏形出来之后 还要继续对马头部位进行适当的调整 力求达到形象逼真的效果 马头吹之好以后 就要在马头上塑造五官了 先是马嘴 将马头引接时 截断的小料处加热用镊子拉丝 形成一个弧顶 然后用镊子压上一道凹痕 这样 马嘴的上下唇就分开了 马嘴压好之后就是鼻子了 鼻子的制作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在马头合适的部位 扎两个孔就有了鼻子 之后 在马头稍微靠上部位两侧 用镊子压两个对称的凹坑 就是马的双眼了 接下来是马耳朵 马耳朵的制作需要用玻璃棒进行粘接 先将玻璃棒的顶端加热至变软 然后在马头粘接偏上的部位 进行引接 拉出一只耳朵 之后用镊子对耳朵进行塑形 这样一只耳朵就算完成了 再用同样的方法制作出另外一只耳朵 马头部的五官完成 马头部分完成之后就要吹制马的四只了 马腿的制作是先大腿后小腿 马腿的吹制同样用的也是引接的方法 先将辅料玻璃棒加入至变软 然后粘接在马肚子下方 前面的朝前弯 后面的两条大腿和前面不同 后面的向后弯 并且大腿要上粗下细 以便更好呈现马的矫健 由于没有模具 粘接的位置全凭艺人自己的审美艺术 以及相关的造型水平 粘接好大腿 用同样的引接的方法粘接小腿 小腿要比大腿细一些 并要调整好姿态 由于玻璃是无色透明的 为了吹制出来的马更加美观 工艺师傅还要给马上色 这里的上色跟大家平常看到的印染上色是不一样的 给马上色用到的是24k斤的颗粒 上色时用加热好的玻璃棒 沾取金颗粒 然后在火焰喷头上加热 把马放在火焰的顶端 以火焰为介质 将融化后的金喷到马身上 这样整个马身子就变了颜色 是不是比无色透明要好看得多呢 上完色以后就要制作马踪了 马踪同样也是需要用玻璃棒引接 跟马腿的制作类似 先将玻璃棒加热至软化 然后在马头的上部开始引接 引接时要充分考虑到马踪的造型 引接的断点处要向上翘 如此引接七次就把马踪制作出来了 注意七次要逐渐变大才形象逼真 马的四肢吹制完成之后 就差最后一步 沾马尾了 沾接马尾要用特制的夹子将马夹住 然后对马尾进行加热 直至变软 用拉丝的方法将马尾部的玻璃管截断 之后把前面预先制作好的马尾巴 沾接端进行加热 等变软之后 沾接在马尾部拉丝截断口的上端 沾接上 再适当进行角度的调整 这样一匹玻璃骏马就制作完成了 最后还有跟前面的茶壶一样 退火就可以了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 吹制玻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出现并发展 给现代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很多实用价值 吹制玻璃工艺作品精于形美于心 由外到内透入着不同反响的气质 希望这项工艺能够被更多人认识并发扬光大 好了本期农广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取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电视台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